不管饮料还是餐厅 台湾有很多排队美食 而最近在脸书粉丝团 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正是台南市的这间拉面店 每天都大排长龙 因为老板很特别 如果机客人的车子 挡到了其他的店家 他不卖 排队也很严格 中途如果你脱队的话 他也不卖 结果果然我们的记者 来到了这家拉面店 发现长长的队伍 每一辆机车都停得井然有逊 堪称是全台湾 最有秩序的排队美食 中国烈日当中 大热天的这家拉面店门口 还有近十个人排队 满身大汗苦苦等候 就是为了这一碗拉面 后片叉烧 浓郁汤头跟Q弹拉面 让许多民众甘心排队 走进店里老板埋头煮面 想吃他的拉面 可得遵守三大规定 停车排队跟收碗筷 早上过来 然后就是排队 然后就是看排到几号 排队停车竟然都有规定 原来老板很有个性 最重视客人的停车问题 客人车乱停就不卖 无故离开排队队伍 一样不卖 为了移车拖队 号码要顺言 如果乱停车 还故意不移车 一辈子都不卖给你 实在超级严格 果然店门口干净整期 机车停的竟然有趣 可见老板的严格规定 真的奏效 很怕附近的疏忽会抗议吧 那你这家的规定是吧 好啊好啊 因为台南台南的乡弄 其实都蛮小的 不会啊不会啊 就还好啦 来吃的客人都可以体谅 但一样生意好 许多店家老板可不管这么多 高雄这家肉造饭店 只要不挡到隔壁 乱停也没差 但台南这家拉面店 客人乱停挡到别的店面 就是不卖 老板的特殊规定 在PTT跟脸书 被网友洗版疯狂讨论 吃拉面得排队登记 挺好吃 吃完面还要自己收碗筷 评价有包有扁 看着长长的排队人龙 就知道买账的客人 还是很多 谢谢我黄培主 陈胜一台南报道